操身刀的页面介绍 首先开机 面部操作第一个探头 D4 D的医生为卡好 锁紧 到一个页面介绍 第一个为能量调节 一般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 调节好能量 最低能量是0.05 第二个是密度 密度是点一点之间的距离 密度越低 它点一点之间的距离越密 密度越高 点一点之间的距离越宽 一般操作不低于1.0的密度 第三是能量发射的长度 就是探头至一段距离为25毫米 发射的线是中间这一条线 是能量发射的线 D4探头操作完毕 下面是第二个面部操作探头 D7 装好 D的医生为卡好 拧紧 进入页面介绍 第一个为能量调节 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 调节好能量 最低能量为0.05 第二是密度的调节 根据客人的皮肤状况 调节好密度 密度越低 是点一点之间的距离越小 密度越高 是点一点之间的距离越宽 一般操作不低于1.0的密度 第三是能量发射的长度 25毫米 就是探头之间的 好 按启动方可操作 D7操作完毕 把探头取出 面部操作的第三个探头为N7 低了一身为 好 拧紧 也是一样的 第一个是能量调节 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调节 第二是密度的调节 根据客人的皮肤状况调节 第三是能量发射的长度 不用调节 调节好后 按启动方可操作 操作完之后 取出烟漆 身体操作的第一个探头为L4 装入低的医生为卡好 锁紧 也是一样的 能量调节 根据客人的承受力度调节好能量 最低为0.05 密度 根据客人的皮肤状况调节好密度 一般不低于1.0 能量发射的长度25毫米 不用调节 调节好之后 按启动方可操作 操作完 要搂式之后 把探头取出 身体操作的第二个探头是L7 低的医生为卡好 锁紧 第一个是能量调节 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调节好能量 最低为0.05 密度 根据客人的皮肤状况调节好密度 第三个是 能量发射的长度为25毫米 不用调节 按启动方可操作 操作完后按暂停 再把探头取出 操身刀的页面介绍完毕 现在我为大家演示一下操身刀的一个操作方法 首先我们桌面上有三个探头 首先我们会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D4探头 这是一个D7的一个探头 这是一个N7探头 它的能量呢可以直达皮肤的一个消失 比较敏感的呢会持续到5到10天左右 完成治疗后 这可以感到皮肤有微拉提 紧实感也会提升的 首先我们操作的时候 第一步呢 我们首先要卸妆 清洁面部 面部的爽肤清派吸收以后呢 方可进行我们的一个皮肤纹理的一个画线 这样呢可以点对点的靶向操作 分区地位精湿操作我们的面部 首先我们来画颈部的一个门里画线 首先从我们的锁骨下方 从左到右画一线 第二线 第二线从下额 下方 从左 往右画一线 气管 这旁开10毫米 各画一线线 宽度为25毫米 金银画上 下额是 下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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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沿着一个前骨字上方画一线 沿着一个无线画一线 沿着一个 conquer the line 沿着一个地脚的颜碧 这边的部位由于皱纹有些刻炎是比较深 所以我们可以用手指轻轻的把门里撑开再画一下 眼睛层放射型 距离25毫米 画上线 加上线 高度 适合 20分? 正在 你准备力啊 明天 二一 头头是从鼻梁的正上方处 膀胎的25毫米划移重线 面部的馅的精油25毫米 重线晶莹划上 重短摇摇摇摇摇摋摇摇摇摇摇封 书cre�3毫米分jä Au defens culture 喜欢好的words同样东西 沢änder拟棉 brush 好选拟荹 Peng EL端 每个宽度均为25毫米 我们面部的一个超声刀的一个画线 画完以后呢 现在进行我们的一个操作 进入一个操作界面的调节 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操作头 装到我们的一个操作手柄 操作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正常的情况下 它是会显示把操头装进里面 界面上会显示有同点 然后我们进入界面 一般能量是从低0.5 密度为1.0 到1.4之间 然后操作的时候可以按照客人承受的一个能量 进行调节合适的一个操作 我们的超声刀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正常的时间呢 就好像我们上面水眼戏了 首先我们操作一个颈部 先从刚才我们画的一个皮肤纹理线上 青红的涂上凝胶 逆方向的一个提升 操作颈部要避开我们的一个颈侧的一个颈动脉 喉管是不可以操作的 现在我们操作了下盒 操作下盒可以将客人的下巴微抬 更加有利于我们操作的更加到位 操作面脚 一手可以辅助皮肤的纹理提拉 顺着皮肤的一个纹理 每一种线的一个操作 操作法定人 一手可以逆着它的一个方向 冲开法定人 探头成90度的一个角平行的一个操作 苹果肌的一个操作 苹果肌的一个操作 请不吝点击 操作眼瞼 避开我们的一个眼球 然后沿着眼瞼 无限由内往外操作 一手可以辅助提拉 操作眼周 可曾放射型的一个操作 一手可辅助 额头 现在是额头的一个操作 一手可以辅助 D4操作完毕以后 D7同上刚才操作D4的一个纹理的皮肤纹理操作 最后M7同上T7的一个操作 M7还可以根据科研面部的一个法令门 眼瞼 还有一个眼周 可进行一个加强的一个雕塑 像软压的一个软厚的一个树形 第二边脸呢 是从上我们的左边脸一样的操作 操作完毕以后 我们的探头 先拧开 然后轻轻的把探头 挽 先用一个干棉片 先把探头周边的凝胶擦干净 切记不能用力的擦拭 我们探头中间的一个超声波片 完毕后呢 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 对我们的探头 进行刚才一样擦拭探头的方法 消毒 那么我们操伸刀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注意事项呢 第一 我们要避免一个高温的一个环境 比如太阳的暴晒啊 还有蒸拿 还有出入一些桑拿的一些地方 第二点呢 我们建议回去每天晚上敷一个补水面膜 一到两周 一周内呢 不可以做面部的一个按摩护理 三天内呢 用热水洗脸 敬酒 还有一些辛辣的一些食物 治疗后呢 可能会有轻微的一个 酸棧感 小刺痛 温和的暂时反应 这是属于正常的 隔壁 你说什么 你 就 对 你